小姑娘 这两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睡不着 思春啊 我就是在想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 早两年都归到圣女行列了 你说我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到现在 她就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呢 小点儿想 这这么多合适的 我昨天看了一个日志 就说人这一辈子呀 能碰到两千九百二十万人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 零点零零零四九 你想想 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要从这两千万中跳出来 所以你还得等 还得让我等啊 不对呀 你这边都跳出来好几个了 为什么我这边一个都跳不出来呀 为什么还让我等啊 那我这跳出来的 还有跳走的 我的内心还多了一份伤害呢 可是我宁愿受这样的伤害 我吧 这样形容吧 这是一朵花 它如果经受得风吹一打多了 就会凋谢 我就是这朵花 而你 还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孤朵 听你这么一说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情突然就好起来了 含苞欲放 花孤朵 这个词我喜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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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骑得可真够早的 这都快吃中午饭了 您没看我睡得晚呢 一会儿啊 把你这毛毛赶紧抱走 他竟跟我这儿捣乱了 哪儿呢 您这可是肆意地污蔑和诽谤啊 您干吗呢 我呀我把他们给打理打理 要不然呢就该都死了 我看大自然里的花啊 没人打理 活得都挺好 您越打理 他越不爱活 反而弄得娇气了 佳花哪能跟野花比啊 是不是 这一点都不多 我看您就是闲的 我倒不想闲着 不是啊 我倒是想找啊 可是哪儿那么容易找啊 是不是啊 现在演员竞争这么激烈 往大街上一站 拿大祸子一搓 都能搓出好几大堆来 再说了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 那就更不容易找喽 也是啊 这岁数了 想遣规则也没条件了 你说什么啊 谁遣规则了 您瞪我干吗 我说错了吗 要我说 当年您年轻 还有姿色的时候 遣规则就不该 遣到我爸身上 遣编剧有什么用啊 您该遣导演 现在您肯定红透了 我郑重告诉你啊 我跟你爸的爱情 那是纯洁的爱情 你不许诬怨我们 我爸那头肯定纯洁 您怎么想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你想让我生气啊 我就不生气 气死你 我婚也结了 孩子也生了 现在连外孙女都有了 不像某些人 咱们 孤老一生 黄泉道上 都没个伴儿 没笨头 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会拉上您 做伴儿 你到死你都不想放过我了 好嘞 小子 我奉陪 我奉陪 到时候我要跟你 手拉手地去见你爸 不行 我比您小十岁呢 干吗非得跟您一块儿死 想跟我较劲是不是 想跟我比 你还嫩点儿 小十岁算什么呀 你心里的年龄啊 比我还老呢 气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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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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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琴姐 外边有人找你 谁啊 那个 领导 是不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的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 你不说她再也不回来了吗 喂 安琴 我来了 我上错了 我上错了 阿琴 方老师 又要请我喝拉菲吗 阿琴 我昨天一晚上啊 都没睡好觉 我分析了两个问题 这第一啊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就要娶你 你呢 我要适当地满足你那种欲望 以后咱俩的公司合在一起之后呢 你适当地奢侈一下也是可以的 是吧 这第二个问题呢 咱俩结婚以后呢 我会慢慢地影响你 让你明白呢 这个喝拉菲啊 也不一定是浪漫 喝这个长城干红呢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我的影响下呢 你呢会变得节奸起来 然后跟我一起过那种粗茶淡饭的生活 我要你内心深深地明白 跟王建国在一起的日子 那才是好日子 说完了吗 我再补充一下 不用补充了 我也想说两点 第一点 做男人 别指望着老婆的钱跟你混在一起 第二点 从简入奢易 从奢入简难 你是老师应该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吧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的 什么 什么的想法就能试解吗 第二句猜是什么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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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王建国知难而退的呢 他有往直前 我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算什么本事啊 你应该对牛弹琴 弹琴才对 什么情况 追你啊 阿琴姐 还真看不出来你还挺抢手的呢 你有眼无助 真是穷的穷死 富的富死 怎么就没有一个男人来追我呢 哪怕我一个半个也行啊 你呀 难 为什么我就难啊 你吧 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 转过头 下退百万凶势 什么意思啊 你动我干吗呀 我是对你好我才说实话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这个年龄啊 早就跌破发行件了 你就别做梦什么男人来追你了 识相地赶快去追男人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觉得 肯定有一个男人 在默默的一个地方 一直在等着我 我告诉你们 今年是我的桃花年 我今年肯定会结婚的 不信我们走着瞧 说极了 我无语了 不是你就那么想结婚啊 你没听说过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 我宁愿要这个坟墓 不然再过几年 我就死无杀身之地了 我看你是担心死不瞑目的 他说得挺有道理的 王建国也是这么夸我的 那就毫无道理 林导 你跟你的女朋友和好如初了吧 分手了 这两天我妈正闹我呢 让我抓紧再找一个结婚 结婚的日子都定了 我妈说人可以换 结婚的日子说什么都不能改 就这么几天了 去哪找一个那么合适的呀 我哪知道了 我这也犯愁了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还不是让人家死了算了呢 我都快累死了 我中午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了吗 考虑什么呀 汤姆 算了 你现在也没人 他现在也没人 你们俩凑合凑合在一块儿过得了 我跟他怎么凑合呀 这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他那个取向问题是 我了解 汤姆平时看着挺娘娘腔的 咱们分析嘛 就他那天带他女友来 他跟他女友那如胶似气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正常的男人 平时可能是故意的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那样 每个人都有过去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很正常 你也一样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真的是遇不到男人不结婚的吗 那倒也不是 年轻的时候吧 没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严重 这一眨眼 就错过了最好的黄金期 这不就得了吗 汤姆又是咱们的领导 挣的钱也不错 对不对 知根知底 把他未娶 你未嫁 你们两个也都挺猴急的 再合适不过了 说到我们俩跟干柴遇到烈火似的 确实是干柴烈火 我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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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这是 谁呀 我 想想你啊 想想你啊 你怎么来了 想跟您聊聊 我这儿正要出去呢 就几分钟 那好吧 请进吧 来 来 我来 茜茜 您看 请吧 你小心 别摔着 请坐吧 您坐 伯伯 伯伯 您坐 坐 坐 伯伯 我啊 阿晴昨天跟你说 她请我喝拉菲的事了吗 拉 菲 拉菲啊 一瓶酒啊 八千多呀 八千多呀 那得是 苹果山区多少孩子的学费呀 您说她这么喝对吗 是不对 我批评她她不高兴 她说呀我娶不起她 她是不是刺激我嘛 她就是刺激我 变本加厉地刺激我 她就是想击退我 那你们俩可能就是不合适 你就算了吧 你不值当的 你对她那么好 伯伯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喜欢她 我就是喜欢她 我一见着她呀 我就走个不动道 你知道吗 我这么大年纪 她为什么不结婚啊 没合适的 老天爷都让我等她 您说是不是伯母 伯母啊 那明儿啊 我把她取过来之后呢 那我倒插门 我伺候您 像伺候我妈似的 我伺候 不是我照顾小桃子啊 像照顾我女儿似的 那么照顾她 家里这些家务活啊 我来干 菜呢我烧 饭呢我做 衣服我洗 回头阿琴回来啊 我呢伺候她 她要是累了呢 我给她按摩 我有十八种手法 给她按摩 十八种啊 伯母啊 您挑一种 我给你挑一种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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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您说我的命 她怎么那么酷啊 她怎么那么酷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没结婚 为什么呀 没合适的呀 老天爷都让我等她呀 伯母您说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你都说了半天了 我这儿还有事要出去呢 我都困了 说着 你这儿不是困了 是饿了吧 都这点了也该做饭了 您坐着我去做饭吧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做了 我晚上约了人 我还要出去呢啊 不是 伯母 那小桃子放学 不是也得吃饭吗 是不是 您坐着伯母 我去做饭去 你听我说啊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好 您在这儿坐着啊 我去做饭去啊 伯母 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这 随便吧 随 随 随便 随 随便 随 随便 那随便就随便吧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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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怎么办呢 我 忘信哪 伯母 最后一菜都下锅了 你俩请打个电话 看他到哪了 伯母 你给阿勤打一个电话 我这最后一个菜都下锅了 你看他到哪儿了 喂 妈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又让他到咱们家来了 宝贝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让他来的 是他自己要来的 免都免不走 我不回家吃饭了 桃子放学了没有 我跟你说你叫桃子悄悄出来 我带他出去吃饭 你 你别光带桃子走啊 你把我也带走啊 你 你让我今天晚上 跟他一块儿吃饭 别的呀 那你不管他谁管他呀 你不夸着心灵手巧吗 你就陪人一起吃饭吧 一起聊聊十字秀 再聊聊怎么做家务 自己惹的祸自己收场 拜拜 你不忍 我也不逆 你不忍 收 伯母 阿秦是不是回来啊 那 您坐坐坐 阿秦哪 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他说他不回了 这一个月他都不回来了 他回自己家去了 嗯 对对对 是不是回来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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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回来 是桃子 跟他们同学聚会 吃肯德基去 吃肯德基啊 那还有谁吃饭呀 没谁 就咱俩人了 阿琴的姐姐 也有饭局 所以她也出去了 我呢 我减肥 我也不吃 你呢 就一人吃吧啊 婆母 减肥啊 那我也减肥 咱们再聊会儿 回来 妈 你真的不喜欢 我们的王老师 你喜欢 其实我也不喜欢 那你干吗凑热闹 把她介绍给我呀 要不是你提 你姥姥能把她 招咱家里来 那我告诉你实话了 我看你跟吴伯分手了 你有点伤心 想再给你找一个人 正好让我们班王老师 年龄也合适也单身啊 就想试试看 如果你喜欢她呢 那就行了 如果你不喜欢她 她以后也不会 老盯着我了 嗯 原来是给自己谋私利的 我告诉你 她不抓你 我也要抓你学习 喝口咖啡 谢谢 老公啊 你搬回来住吧 不可能 老公 我不会再向你要任何行事 什么什么豪华的婚礼 任何的行事 我全都不要了 可以吗 我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 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在生活上你让我照顾你 在工作上 我依然是你助理 好吗 老公 老公 阿晴 下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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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琴 别逗我了 躺到哪儿了 阿琴 阿琴 我知道你在家哪 你不开门 也不接我电话 别这么狠心 行吧 阿琴 我知道你在家哪 你不开门 也不接我电话 别这么狠心 行吧 阿琴 我知道你在家哪 你不接我电话 你不开门 你不接我电话 别这么狠心 行吧 你不要害我 不要不要伤害我 不要不要伤害我 不要伤害我 阿琴你姐妈妈 不让伤害我 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这是大晚上的 不要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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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伤害我 你不要伤害我 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 不要伤害我 不理你 你找他去 你在这儿还管什么用啊 我喊了他不下来 不要伤害我 再喊两句 我再喊两句 我轻声地喊两句 在天言作比一样 神经病 走走走走 我报警 在天言为 欣凈 喂 媛媛 我这有人找人 别不开来啊 我 Billie talking 深历爱你 我们看阿琴坐五倍 雙阿琴看火 一如是 喂 马阿琴女士吗 是我 我是张警官 有群众打电话举报扰民 张警官 你和你男朋友来趟派出所 派出所 您是马阿琴女士吗 是的 怕你认识吗 认识 谈恋爱这事我们管不了 但您要是半夜三冬扰民 这回就不对了 有什么事回去说去 好不好 好了 把他带走吧 谢谢您 我没扰民 我实在是真的 要不你在这儿都待会儿 你到底想怎么样 阿琴 我喜欢你 我控制不住 我不喜欢你 我也控制不住 王老师 你不要叫我王老师 我教不了你什么 我只知道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续 你都快把我给告死了 我都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想问世间情为何物了 我就想做一个正常人 我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就是普通人 我喝白开水 你不是普通人 你喝浪费 你才不普通呢 我是普通人 你就不普通 我过人之处在哪里 你的过人之处 你的过人之处 你的过人之处就是 你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阿琴 你给我一次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不想要这个机会 你也不要给我机会 我不想要你 你不要跟着我 我告诉你不要跟着我 你不要走过去 你不要跟着我好吗 你给我一次机会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告诉你 你再跟着我 我马上就抱歉 我先丢着你 你不要 我就 我先亲你一次 一天见两次 你就不是普通人了 妈 好 我给你妈打电话 喂 伯母 阿琴的心太狠了 我给她按门链 她不给我开门 我给她打电话 她把手机关了 我在楼下喊的 警察都招来了 她都不敢动 刚才被教训了我一顿 你说这公平吗 伯母 我真的喜欢她 我要娶她 真的 我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不结婚 就是没有找着合适的 老天爷都是让我等她 您说是不是 伯母 我真的喜欢她 我就是想娶她 以后家务活 我来干 完我洗 她渴了 我给她倒水 我 我 我伺候她一辈子 伯母 伯母 从今儿对起 你就是我妈 我要伺候我妈 也要伺候你 妈呀 妈 妈 妈你听听了吗 妈 阿菊 这谁家狗啊 看好你们家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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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家狗啊 啊 也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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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谁啊 别吵 小事这点 咱们谁这么熄熄干什么 为什么不开门 就是我不在 姐姐 您好 您好 我找伯母 她说她不在 我不信 你好 大行姐 你最近怎么了 精神不好啊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为什么睡不好啊 一言难尽 阿勤姐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 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事 我仔细地回去想了想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说的什么事 什么脑子啊 你问啊 就是说我和汤姆那个事 你动心了 什么动心不动心的 我们俩就是穷忙穷呗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当红娘 姐 你说要是汤姆 她根本就没看上我 那我要是先说了 这面子不就丢大了吗 我觉得吧 按照我俩的条件 她应该先来追虎 那你就死了这颗心吧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女人 当然你比我年轻多了 那你也不是小姑娘吧 就是你这个年龄的人 也应该有自知之明 别再玩那些猫舟老鼠的游戏了 那老鼠有心思逗猫玩 猫还没能嫌弃益智呢 汤姆她妈把婚期都定了 你觉得她有时间追你吗 就算她有时间 她乐意追你吗 那 那让我上杆子啊 现在这个时代 男追女女追男 谁也不跌分 这样吧 我先帮你探探汤姆的意思 如果她愿意 我就帮你俩签这个像 如果她不乐意 就当什么都没说 行不行 那你坐到这儿别说话 让我发会儿呆 伯母 阿晴心太狠了 我敲门啊 她不给我开门 我给她打电话 她挂我电话 我就在楼下喊着 警察都招来了 她也不敢动 她还数了我一句 您说公平吗 第二次啊 我还在楼底下喊她 警察倒是没来 狗来了 狗这儿咋得过我呀 是我把狗咬走了 老鼠 您信吗 等会儿 您上哪儿去呀 咱们换个地儿聊 伯母啊 等会儿 等会儿 老母 肠胃不好啊 老母 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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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还得跟您聊聊 我呀就是喜欢阿琴 特别喜欢 我一见着他呀 我就走不动道了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不结婚啊 没合适的呀 老廷爷爷都让我等他 您说是不是伯母 等我跟阿琴结了婚以后啊 我爸我妈 我爸我妈也背来 咱们住在一起 这屋呢我收拾 饭呢我做 菜呢我炒 您就在这歇着 阿琴下班回来累了呀 我给他按摩 我呀会十八种手法按摩 十八种 您是不是累了 您挑一种我给您揉揉 行行行行 伯母 您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怎么就这么苦啊 我就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 我一见着他我走不动道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不结婚啊 没合适的呀 老天爷都让我等他 您说是不是伯母 你以后啊 我呀到插门 背着我娘到这屋里 咱们一起过 请进 金姐 忙吗 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想跟你聊聊 快坐 你妈 让你结婚那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丑死我了 你说这么短的时间 让我上哪儿找人结婚去啊 不结还不行 我妈妈现在她用的是 一哭二闹三上吊 传统中国女人手段 我可扛不住了 佳慧挺不错的 姐姐你说谁 冯家慧 你来真的 怎么了 太丑了 那我打扮打扮都比她妩媚 冯家慧 我相信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结合 才可以互补啊 领导 我一直以为我的领导 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 看来我看错了 也是俗人一个 没关系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去干活了 不是不是 你 你等等 你把话说清楚了 什么意思啊 好 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领导 我的领导 真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 我没有看错 我去干活了 姐 姐姐姐 姐姐姐姐 怎么样 怎么样 不行 你再跟她好好说说呀 该说的全都说了 没想到她竟然跟我说 她愿意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她愿意啊 保密 怎么说呢你 保密 你怎么觉得说的 你 总算是走了 哎 这都是您自己没事找事 我哪知道她是这样的人哪 比唐僧还唐僧 你也是的 我跟你说 你跟她说 我不在家 你就这么说啊 你这不是成心吗 你可真会说实话 我不会撒谎 你给想个办法吧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 你看看怎么办 让她赶紧地走 别再来烦我 我哪有这经验呢 你这一身对付男人的手段 都不管用 我就更不行了 要是阿琴跟杨树早复婚了 哪有这么些罗恶事 好 老公 你饿不饿呀 咱们去吃饭吧 我不饿 你们去吧 那好 我 我们去给你打包回来 行 杨老师 谁呀 送剧本的 我 送剧本的 哪个呢 老公 路过猜耳场 这蛋今天刚下的 煎炒甭扎 四种做法 您挑一种 老公 这四种您挑一种哪种做法 阿琴姐 辛苦了啊 阿琴姐 辛苦了啊 来喝水 姐 汤姆到底怎么说的呀 姐姐 都给你吃饭了 什么呢 那一个是 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做好